是傳動手的空氣濾鏡器 它的品型號是這樣 已經6000公里了 所以這個 這個我會把它換掉 還有 我們現在要換 傳動手的空氣濾鏡器 拿8mm的踢桿 這裡有4根螺絲 1根2根3根4根 4根要先拆起來 這個就是用背盒的 背盒的踢 踢屑 應該踢屑 踢屑的六角 這個很不容易 鎮一下 這個很不容易 這個很不容易 它的盒頭很不容易 快跳起來了 冰箱 他只有正反應 大隻都是一樣 沒有舊的跟新的差異 然後那個比較髒 裡面的結構是怎樣 這個要滑 等一下要放進去 比較孔洞 對準孔 好,就這樣 對準孔 現在要放進去 對準孔洞 那邊要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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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好 好 然後還是跟螺絲平均鎖上 它這個叫 防洞組的空氣過濾 它就這麼多了 你聽 它這樣 它不會大 空氣冷卻 對 不會太 太高了 其實冷卻 轉動軸 走 它是跟螺絲在鎖 互換的 互換的一檔 平均鎖上 這個 傳動 過濾 傳動空氣過濾器 安裝過濾器 安裝過濾器 大致就是這四根螺絲 平均鎖上 好 第一個步驟已經完成 在